利用回收来的玻璃瓶与网和宝特瓶等物资 打造出来的环保展示品 是环保之工为了向惠众传达四大布条而用心制作的 这些分别代表着地水火风的作品 甚至一度让惠众误以为是艺术作品 很多惠众他们都没有听过解说之间 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比赛 所以我们通常会通过解说方面 我们是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大乾坤就是树就是代表地 那个鱼就代表水 那个风就是台风就是代表风 还有那个所谓的大烟筒是代表火 惠众全神关注的聆听志工美的解说 他们对于商人所说的 天下的事要天下的人一起来做非常认同 决定要留一个干净美丽的地球给下一代 正如 Mohammoa Liduan所说 爱护地球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做起 透过自己先做起 然后再慢慢地影响身边的家人或朋友 因为我女朋友也是很喜欢环保的东西 我一认识到我女朋友之后就很像 我去买东西啊还是什么啊 他都能来一个环保代给我 这项配合世界地球日举办的环保展 希望在23天的时间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人类对地球带来的伤害 进而改变生活态度 一起透过绿能减碳 为下一代留下美丽的地球 大约新闻黄兆锋 高耀文 河永康 马来西亚报道